中文字幕志愿者 冲過去結果他突然嚴重顛簸 頭磕到潛光鏡上面 但是看到他滿臉都是血 追回來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為了國家榮譽 我們還是想拼一拼 在外邊晒著鋼板棒 你往上打一個雞蛋 兩分鐘絕對能吃 一個人肯定是扛不動的 很多隊員就在後邊就開始 就喇喊 中國 歪著鋼板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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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好 有 藍車停錶 法標隱蔽 國際軍事比賽中 中國隊為何突然停錶 空軍隊在這裡出現了一點小小的失誤 就感覺自己掉進了射水場一樣 我甚至是做好了最壞的準備 為了追求快 造成了射水場沒有起來 空軍隊不戰車竟然在關鍵時刻熄火了 這些都是中國軍人 在國際軍事比賽中真實發生的故事 雖然在歷屆國際軍事比賽中 中國軍人為祖國爭得了若干榮譽 但每一枚獎牌的背後 都不是一帆風順的 都經歷了許多艱難時刻 本期軍事計時就為您揭秘 國際賽場上的驚險瞬間 這是國際軍事比賽2021 蘇沃洛夫突擊單車賽的 最後一場比拼 蒙虎車組代表中國隊出戰 失敗 又是一均勢 Its大本 B Wesley 所以 好 由于此前 中国队的出色表现 所有人都认为冠军志在必得 然而裁判的一声停表 让现场气氛瞬间冷却到冰点 停表即停止计时 这时中国队的战车 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射击阵位 眼看就要完成比赛取得胜利 此刻却突然停表 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心里揪了一下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完了之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裁判教练 指挥员 会在电台里面询问这个情况 后来说是经过了解 是并列机枪卡弹 因为这个枪炮 都是在提前叫好之后 枪炮就处于一个分通状态 因为这个要比赛嘛 就不能动它这个里边一些东西 以免影响它的设计精度 然后在比赛前 我们就是大概的看了一下 没有进行过细的检查 造成了这个并级卡弹 卡弹 直接后果就是无法射击 无法完成比赛 按照规则参赛车组可以申请停表 在三分钟内排除故障 但是车组只有三个人 能不能按时排除故障 谁心里也没底 卡弹显示恢复计时 继续射击 完了听到电台里面报告 故障排除 这一下心里就轻松了很多 虽然在规定时间内排除了故障 并没有增加比赛时间 但是比赛节奏被打乱了 会不会影响最终的成绩呢 刚刚经历停表的猛虎车组 此刻必须稳住心态 瞄准最后一个目标 门湖车组命中了全部目标 还有最后半圈的竞速比拼 他们还能夺冠吗 让我们再次欣赏 蓝色不然车组最后的改比冲刺 加油 加油 最终猛虎车组 以15分31秒43的成绩 打破赛会记录 夺得了苏洛夫突击单车赛的冠军 在国际赛场上突发意外情况 猛虎车组不是独一份 三年前在异国他乡 中国队经历了一次 更加惊险的比拼 此时 中国队正在俄罗斯新西国利亚市 参加侦察兼兵比赛 我们有明确的目标 出国前初不确定的保二真一 这么一个明确的目标 目标是保二真一 于是石浮云一上车就开始猛追 危险却突然来临 当时人在经过一个很大的积水潭的时候 就因为那就没法避让 我以为都没啥事 然后我车辆保险速度就很快冲过去 结果车辆严重颠簸 然后导致我这个头磕到的 碰到的那个浅环境上面 原来石浮云把不战车开得飞快 而赛道的剧烈颠簸 令他碰伤了前额 由于主办方不允许摄像人员 进入赛道内拍摄 我们没有记录下当时 石浮云受伤的画面 但比赛一结束 他就被带到了医务室 弄一点然后我偷一颗了上面 然后手也同时在换倒 然后就被夹了 石浮云不仅额头被磕伤 换当时右手大拇指也夹伤了 为了避免指甲盖坏死 医生需要将他右手拇指的指甲盖 整个拔掉 因为当时他要把那个钳子 从我指甲里面插进去 夹住指甲才能拔掉 当时打了麻药 然后他就一直问我疼不疼 我说还疼 疼 十指连心 走出赛场 石浮云感到钻心的疼 但在比赛时 由于全身心的投入 石浮云并不知道疼 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受伤 当时我就都没有注意到 疼不疼还是咋回事 都没想到这些想法 当时想的就是路段 或者是下一个障碍物是什么 有没有障碍物 或者是哪里转弯 就没有关注说自己脸上受伤了 当时看到他满脸都是血 当时他的脸撞来了之后 他也没有时间去擦这个血 或者干啥 当时打开操盖转过来的时候 我看到那一瞬间 当时还是心里面非常酸 在额头被磕破 手指被架伤的情况下 石浮云的心里还憋着一股劲 必须拼出保二真一的成绩 他稳稳地驾驶着不战车 克服了一道又一道障碍 一直拼到了终点 石浮云的这个表现 对我当时还是非常感动 在这个自己手上的情况下 继续坚持这个比赛 最终 中国队以总评第二的优异成绩 夺得侦察兼兵亚军 达成了赛前预定的目标 2017年4月 武警天剑突击队的特战队员们 在第九届约旦勇士竞赛中 和来自美国 阿联酋 葡萄牙等17个国家的 32支代表队 展开了激烈角逐 一旦这个天气它特别热 太烤 天气太干燥 我们一天每个人就是两升 两升的水 至少能喝三桶 走这个路上 你超过起步去 你的脚就感觉烫 尤其是在外面晒着钢码码 你往上打一个鸡蛋 两分钟绝对能吃 在高达4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下 中国参赛队第一个课目出师不力 仅仅排在第12名 第二个课目死亡奔跑 成为决定中国队命运的关键一战 他们究竟该如何完成逆袭呢 我对他这个名字理解呢 就是说在跑到身体 已经达到极限的时候 还要对这个伤员进行救助 或者是对人质进行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 很短的又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全程 并且把撤离路线上的 所有的目标全部消灭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已经尽尽死亡的状态 约旦的勇士竞赛国际特种兵比武 以实战精神著称 死亡奔跑 要求特战队员负重15公斤 行着伤员在山地间奔袭 同时完成大绳 高网墙 蚝钩等多个障碍 并使用长短枪械 对靶位进行有效射击 比赛中一旦有任何失误 就意味着死亡 这是比赛时拍摄下的一组照片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为了缩短时间 天剑突击队采取了不一样的做法 这是特战队员合格 他一个人扛起伤员 冲向了第一个障碍点 其他国家队员都是几个人协作 把这个假人抬到这个第一个障碍点 其他的国家队员呢 就是很惊讶 就是一个人能扛动吗 但是咱们从7.1出发 很多队员就在后边就开始 就呐喊 就是拆哪儿 歪入顾倒 就是很棒 很棒的意思 体型上来看 就是我们这个中国队 个子还是比较偏低的 让老外感觉是 一个人肯定是扛不动的 所以我扛了回来的时候 在场的记者 裁判都感觉太不可思议了 都感觉这个中国非常棒 一个又一个障碍 历时一个多小时的死亡奔跑 仿佛没有终点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过障碍 爬大声的时候 第一个障碍就是一个大声 要求每个队员 爬五米高大声 这个绳的上边有一个铃 当时拍一下铃 铃响了 这边上这个障碍通过 我们中国队的爬绳的动作 是最快 最省力的一种 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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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队队员们的身体 激进虚脱 接下来天剑突击队 需要解决好射击问题 约旦的勇士竞赛 从第二个课目开始 要求特战队员使用主办方提供的枪系 那天用那个枪 那个准心还在前面 缺口是在半中间那块 当时我抬枪一挂塞 我感觉就看不到 怎么不对呢 没有 结果把枪往上一架 看到中间那块有个准心 准心在那个枪管中间那块 缺口和那个准心的距离比较近一些 之前距离是比较远的 我一抬枪就能瞄上去 结果那个比较短 我们先让一些有经验的射手先打 打目标的时候先打 面积最大的目标 最近的目标或最好打的目标 打得稳一点 那我们要看这个刚刚把这个弹道点 在什么位置 下一发就要进行修正 这样很快就能把这个弹道点 已经调整过来 然后呢让其他射手再继续打 在体力几乎完全耗尽后进行射击 使用的枪械也是陌生的 这对中国特战队员来讲挑战巨大 但他们还是凭借着过硬的军事素质 和队友间默契的配合 在射击环节打出了优异的成绩 那么在最后的800米奔袭中 他们能否再接再厉反败为胜呢 我们的假人扛的时候 步伐特别急而且很快 所有人都很惊讶 这个速度太快了 扛了假人 步伐很整齐地跑 而且速度非常快 最终经过四天的比拼 天剑突击队在七个比武课目中 取得了三个第一名 一个第二名和一个第三名 并且夺得第九届 约旦勇士竞赛国际特种兵比武的总冠军 亚军是黎巴嫩黑豹突击队 中国武警猎鹰突击队夺得寄军 2021年中国空军首次亮相晴空赛场 现在出场的是中国空军队 在今年的国际军事比赛晴空项目中 第一次参赛的空军队 虽然只是适应性参赛 但每个人都期待用一场胜利 来证明自己 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 却是一次空前的考验 可以看到第一段边才举起了白旗 那么空军队呢 在这里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 裁判举起白旗 意味着参赛队员出现了失误 涉水场对于所有参赛队来说 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面对接近战车涉水极限的深水池 如果不减速不开四驱 不战车很可能会在水中熄火 难以爬出涉水场 如果减速 不战车的整体速度就会下降 成绩也会落后 当时的想法就是 一定要拿出最好的一个 比赛的一个状态 让车辆跑出最快的速度 通过涉水场 这单个障碍的速度上 我们可以提高大概四秒钟左右 周小恒 空军队的部战车驾驶员 按照既定策略 这一次通过涉水场 他并没有减速 当时为了追求快 采用的是两驱 没有采用四驱 所以说才造成了 设计场没有起来的现象 毛足了劲 想要赛出好成绩的周小恒 没有想到 部战车竟然在关键时刻 熄火了 当时的我脑袋里面 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非常的慌 就感觉自己掉进了涉水场一样 当时的心情已经不是说 用紧张两个字可以来形容的 我甚至是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就是要让第二台车上去 把第一台车替换下来 按照规则 当参赛车组遇到不能通过的障碍时 参赛队可以选择更换车辆 继续完成比赛 不过换车消耗的时间 都要累加到比赛用时中 这样不仅会增加比赛时间 参赛选手的心理状态 也会受到极大影响 整个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车无论如何 绝对不能在涉水场里面熄火 驾驶员一定要把车 能够顺利地从障碍里面驾驶出来 确保车辆完成后面的任务 此时既要保证不占车 在水中不熄火 还要重新起步 给足动力 周小恒必须小心处置 那么根据比赛规则呢 战车如果在比赛中的 任何一处障碍中 出现停车或者熄火一次 将会发时30秒 特别着急 然后我就拉上手刹 然后从一挡挂入c挡 开始尝试半波起步 我们的车体积比较小 重量也比较轻 然后又打滑 而且涉水场的水很深 浪也很大 然后就是这样 我尝试了三次 然后才慢慢地把战车 就从水中给开出来 可以看到驾驶员非常的冷静 平稳地处理好的这个小失误 继续前进 冲出了涉水场后 周小恒自责不已 他知道自己还是记忆不够精湛 下水的时候慢一点 对 比现在还要再慢一点 再慢一点 对 没有 那我再试一段 可以 去吧 经过了几天的突击训练 这一次 周小恒再次站在了 擒控综合赛的赛场上 他想扳回一局 战车轰鸣而出 即将到达本场比赛的第一个障碍 即将到达第二个障碍 射水场 中国空军队的战车体积小 不用担心会挂碰牙壁 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由于战车进入的速度过快 水浪的阻力是很大的 很容易造成战车熄火偏向等问题 这一次 周小恒选择在入水的瞬间减速 打开四驱的策略 可以 入口漂亮 这车速很快 在水中行驶的时候 周小恒卯足动力再次加速 准备冲出涉水场 还有一个出口 出口稳住 漂亮 好的 战车顺利通过 最终 这场综合赛 周小恒不仅刷新了自己的记录 还开出了所有参赛队的最好成绩 拿到了最佳驾驶员的奖牌 国际赛场 每一次夺冠的路上 都有各种无法预知的惊险挑战 每一枚奖牌的背后 都有中国军人的默默付出 面对施力 沉着应对 面对危机 义无反顾 这才是中国军人的铁血奔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好